绿英重申,边路之王的逆袭 影子 林凯是绿英场上的传奇边路球员,拥有无数荣誉和头衔 他曾是中国国家足球队的核心,也是欧洲顶级联赛中最具威胁的边风之一 然而,他的职业生涯因一次意外而中断 在一次关键的决赛中,林凯遭遇了致命的悉伤,这场伤并不仅夺走了他继续征战的机会 也使他陷入无尽的痛苦和自责中 如果能再来一次,我会做得更好,这是林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唯一的遗憾 可是,当他闭上眼睛时,他没有想到,命运竟然给了他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重新到五年前,成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年轻人 第一章,重新的震撼 当林凯睁开眼睛时,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天旋地转 他的四肢感觉到一种奇怪的陌生感 他试图从床上坐起来,却发现自己动作笨拙 身体也明显瘦弱许多 这是怎么回事 他低声喃喃自语 他摸向自己的脸,发现触碰到的并不是自己熟悉的面孔 而是一张年轻得多的脸,甚至带着一点稚嫩 林凯立刻冲到镜子前,看到了一个陌生的身影 他不再是那位英姿勃发的边路汉匠 而是变成了一个年轻学生模样的少年 这这怎么可能 他惊讶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心中充满疑惑和恐惧 这一切太不真实了 他试着平静下来,仔细检查四周的环境 这是一间简陋的宿舍,墙上挂着的日历显示着 2026年 5年前 林凯的脑海中瞬间闪过一连串的记忆 5年前,他还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边风 刚刚登陆欧洲联赛,在绿鹰场上展现了他的潜力 但如今的这具身体,显然不是他自己的 这让他感到极度的混乱 突然,一阵急促地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李扬 快起来,今天是足球队的选拔日 一个热情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李扬 林凯愣了一下,心中恍然大悟 这个名字很陌生 但他很快明白,自己重生在了一个叫李扬的青年身上 第二章,足球选拔赛 林凯,现在应该叫李扬,决定顺应这个莫名其妙的变故 他虽然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重生 但既然有机会重新开始,他不会放过 快速穿上运动服,他跟着室友赶往了校园的足球场 这是一所普通的体育学校 而今天正好是校队的选拔日 李扬,加油啊 你不是一直想进校队吗 室友在旁边鼓励着 李扬默默点头,但他的内心波澜起伏 他曾经是站在世界之巅的边路之王 而今天,他竟要重新从学校校队的选拔赛开始 这一切对于他来说,既是讽刺又是挑战 来到场上,他看到一群年轻选手正在热身 他们充满活力,渴望证明自己 林凯站在场边,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心情 自从西商之后,他以为自己再也无法站在足球场上了 但今天,他重获了机会 我不会再浪费这次机会 他暗自下定决心 当选拔赛开始,李扬感觉到这具身体的疲弱 虽然他的技术与意识依然在 但这个年轻的身体还未经过训练,动作有些伸疏 然而,凭借他过往的经验,李扬迅速调整了状态 将比赛节奏控制在自己能应付的范围内 在场上的一个瞬间,他熟练地突破对手 然后将球传到门前,助攻队友进球 这次助攻引来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教练更是惊讶地看着他 显然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居然有如此灵活的意识 这小子,之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厉害 教练低声低估 第三章,追逐梦想的重启 经过一场精彩的选拔赛,李扬顺利进入了校队 这对于这个新的身份来说,无疑是一个开端 但对于曾经的林凯来说,这仅仅是重返巅峰的第一步 进入校队后,李扬每天勤奋训练 他知道自己必须让这具身体快速适应高强度的运动 并且重新培养出足够的体能和爆发力 虽然他的技术和比赛意识仍然高超 但身体的局限让他有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每当他感觉到疲惫时,脑海中那次重伤的记忆总是浮现出来 这种阴影让他有时不敢过于激进 然而,重申给了他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他无法容许自己再次错过 有一天,校队进行一场对外比赛 李扬的对手是一所体育强小 他们队中有一名顶级边路选手 名叫赵斌,曾经是林凯年轻时的对手 现在他依然年轻,处于巅峰状态 比赛开始后,赵斌凭借惊人的速度和技巧 屡次突破李扬所在的边路,甚至连续得分 这让教练和队友们有些失望 也让李扬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毕竟,李扬在场上的表现并不出色 许多人开始怀疑他是否能够真正成为队伍中的核心 这场比赛要是输了,恐怕校队也没什么未来了 队友们私下议论住 但就在下半场的时候,李扬突然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冲动 他不再畏惧,不再犹豫 他开始全力投入比赛,发挥出了超越身体限制的潜力 在一次快速反击中,李扬判断出赵斌的动向 抢先一步截断传球,然后迅速带球突破 他用熟练的脚法晃开防守,沿着边路狂奔 最后在禁区前沿送出一记精准的传中 助攻队友扳回一球 接下来的比赛中,李扬的表现越来越神勇 他逐渐掌控了边路,压制了赵斌的发挥 让对手无法再轻易突破 最终,他们以二比一逆转取胜 第四章,走向职业的决心 这场比赛后,李扬迅速成为了校队的核心 他的进步惊人,整个球队的战术也围绕他展开 他开始意识到,这具身体在经过他重塑后 潜力远比他想象的更大 然而,这并不是终点 李扬知道,如果想要回到曾经的高度 他必须进军职业联赛 机会来得很快 某天,他收到了一家国内职业俱乐部的邀请 他们注意到了李扬在校园比赛中的出色表现 想让他加入清训队 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曾经的林凯因为过于自信,错过了一些职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但这次的李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并开始全身心投入到职业训练中 尽管挑战重重,但他凭借过往的经验以及对足球的无比热爱 一步步站稳了脚跟 在俱乐部清训队的比赛中,李扬展现了超乎年龄的成熟与稳定 他迅速从清训队跳升到一线队,并成为了队中的关键边风 他不仅能够突破对手,还能在关键时刻送出致命传球 让他成为了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第五章,巅峰的到来 五年过去了,李扬已经从一个无名小卒成长为职业联赛中的编路之王 他用自己的汗水与智慧,重现了林凯昔日的荣耀 甚至超越了过去的自己 如今,李扬站在绿荫场上,仰望着满座的球场 内心充满了感慨 他知道,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 但他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也重新点燃了那份对足球的热爱 当中场哨声响起时 李扬带着胜利的微笑,走向球场中央 这一次,他不再有任何遗憾 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这一次,他将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这一次,他将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